哈囉各位Youtube還有 巴哈的玩家還有 我的訂閱者,我是滴董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非常開心的 我在第二個時間 下載了Biohazzer 4的重製版 有在看我的影片就知道 我是一個 我喜歡玩的遊戲我就會上傳 那今天惡靈古堡是Biohazzer 4 那我 考慮一下,那我決定 入手了最貴的 豪華版 那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遊戲中的設定 還有說它的豪華版裡面 那大概有什麼內容 那跟大家講,如果你想要 預購豪華版,或是說在猶豫的話 那也不妨看一下我這個影片 那 持續之後這兩天我會 直接上直播 那跟大家分享,那我先看一下 那我的 我必須跟大家講一下說 這一次 它的 20古堡4的優化非常的好 怎麼說呢? 我五年前的1080 Ti的顯卡 那可以順順的玩 那我是用 D690 12代還是13的CPU 絕對是可以跑的 那我先看一下我們的設定 我們設定部分的話 我們先看顯示圖形這邊的話 那我開到2K的解析度 那 的確是可以跑的 的確是可以跑的 那你看一下 160就是我的Monitor 那幀數這邊可片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參考一下 那我這邊的話 我幾乎都是開高 這邊的 高中這邊的去跑 那我實際上我有去跑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左上角這邊來講 張數會有86張 也就是說大概我都會有滿60張左右這樣去跑 所以說是非常的 是優化是非常的不錯的 真的是非常不錯 我不得不 我不得不承認說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這個優化呢 真的真的是沒話說 真的是沒有話說 可以看一下 那唯一一點的 就是說 我強勉建議把垂直同步把它關掉 垂直同步的話 會影響到你遊戲的體驗 任何遊戲都一樣 那光追的話 因為我的1080Ti 沒有支援到光追 那如果你有光追 其實是可以打開的 其實是可以打開的 因為單機遊戲的話 那是開光追是沒有問題的 那原部分的話 我是開日文 我喜歡聽日文的 尤其是 某個女的 的日文聲音 我非常的 喜歡聽 不知道會不會被人家 黃標 那這邊的話來講的話 因為呢 我是用 立體耳機去開 所以 原則上聲音來講的話 我不會開太大聲 那以前我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 我有在玩FPS遊戲 所以 我可能會 用到一些聽聲 並略的 來講 我看一下那些 殭屍或什麼之類的 跑步的聲音 我會稍微去注意一下 所以說呢 我這邊 話來講的話 我是開到耳機的 那如果是說 你沒有帶耳機的話 你就可以其他的 自己去選擇 那這邊 因為我沒有用喇叭 沒有喇叭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這邊的話 我是沒有在 我是沒有在弄的 我是沒有在弄的 那最主要是 圖形這邊的話 來講的話呢 圖形這邊的話 來講的話 大概就說 稍微要自己去看一下 所以東部我一定是關掉 這邊的話 就是說 如果你不確定 你的電腦是否可以保 如果你是 前置卡跟CPU比我高檔 其實原則上來講 你可以開到 高以上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次的優化呢 我早上 我笑完了一下呢 是非常好 你看一下我這邊 螺度開高 高 跟開 那都是可以跑的 都是可以跑 都是可以順順跑 執行都可以順順跑 然後 並沒有說到 Lag是什麼之類的 當然你可以把特效 給他關掉 那我今天 我有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 優化的問題 還是我自己等本身電腦的問題呢 那 就是說說 有時候在跟敵人在對戰 在晉升 在做肉身搏戰的時候呢 會稍微有一點小小的 遲鈍 延遲 有一點小小的 就是你一個人不會 發生問題 那多人的話 就是兩三個 如果你被圍毆的話 會有一點點些許的 停頓 但是我覺得影響並不大 那 但是呢 就是說說 這個我是覺得要看個人 我是覺得要看個人 那 有一點的話 就是說 有一點的話 就是說 如果 因為我們 我現在是用XBOX的精英 手把去玩 那 我很建議就是說 這兩個地方呢 你要稍微設定一下 也就是說 準星跟雷射部分 這兩個 因為這個是我已經有調整過了 那雷射部分的話 這可以調紅色白色 那原則上來講 我準星我都會調紅色的 綠色 這個其實我是覺得看個人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調紅色跟藍色 紅色跟藍色呢 因為在某一些場景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準星跟你的場景是同一個顏色 你就不是很容易瞄準到底的 所以這部分來講 我個人是覺得見仁見識 但是 最好是要跟你的場景跟你的 準星呢 不同顏色 你這樣子才比較容易瞄準到底的 因為 以前的世代好像有雷射槍 可以直接瞄準 那這一次 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還沒有玩到這邊去 所以我個人是建議就是說 這部分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稍微去斟酌一下 那這邊的話來講的話 我幾乎是沒有什麼動 我幾乎是沒有什麼動 那這的話來講的話 如果你是把玩過惡靈古堡2的跟3的 你可以把那個模式直接套過來 我覺得把它套過來 就可以玩了 就可以玩了 那有沒有這邊有想到 我蠻建議就是用這個的 就是惡靈古堡系列的玩家 那是都是可以用的 都可以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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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就看一下 就是說這一次呢 它有哪一些內容 哪一些內容 這一次的話 好畫版的話 它有這一些 這是它的模型 這是它的模型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說 見能見智 就看你要不要用的 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個里昂是還蠻帥的 還蠻帥的 還蠻帥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是 目前我是用套這一個 我是套這一個 那這個的話 我是覺得有點 有點突兀一點 有點突兀一點 那 艾斯蒂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過分一點 那這個話 也是我覺得說 我倒是希望它穿 穿裙子 那這個話是它 就是目前豪華版送的槍 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它送的槍 這個 這應該是散彈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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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的話就是說 因為它遊戲當中裡面 它有送一些其他的 比如說 寶武啊 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 我們就 找 你們就看其他的 YouTuber去看 那這個的話 來講的話 這個都是全部都要解鎖的 這是全部都是要解鎖的 全部都是要解鎖的 OK 那 原則上來說的話 我先下一個結語 我先下一個結語 因為 這是目前這支影片的話 就是說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配置來講 還有它目前的 我個人的感覺 那我玩了大概30分鐘 加我設定之後 那這次惡靈古堡是 沒有讓我失望 我非常的 我覺得 我非常的期待 那我也非常的 不後悔花這個錢 你有看我的頻道 我對遊戲 我是非常非常的挑的 那 其實 這一段時間 因為今天看了這個影片 剛好是惡靈古堡 是從製版釋出的時間 那 過兩天剛好是暗黑市 開放公開測試的時間 那 這一段時間的話 你們 我們 我是覺得說 就看大家自己去振作 因為不同類型 其實也沒辦法做比較 但是我必須跟 很 非常推薦這個遊戲 如果你喜歡惡靈古堡 是 惡靈古堡系列的 的 玩家們 那我強烈建議你們 一定要入手這個遊戲 因為這個遊戲的話 我玩下去來講的話 這非常的好玩 非常的好玩 還有就是說 他有一個我覺得 我覺得 他覺得 有一個我覺得我蠻喜歡的 就是說 有一個設定 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 他有個場景可以 變換 我很喜歡他這個 我很喜歡他這個 哪一個 我忘記是哪裡 這就是我電腦的配置 這邊我就是電腦配備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 我是12代的 12代的CPU 那 這個的話 我是可以跑的 這個的話 我是可以跑的 所以說 我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參考值 如果你的CPU 你的GPU 的話 高於我 這個電腦的話 因為我的顯卡 是五年前的電腦 那是絕對可以跑 絕對可以跑 那 大家可以稍微去 去 去 去考 考慮一下 那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配置 我不知道 我這邊找得到 找不到 因為我非常喜歡他這個配置 我看一下 可能我要到遊戲中 裡面找 應該要到遊戲裡面去找 對 應該到遊戲裡面去找 OK 沒關係 那我們就 我們就 下個影片見 下個底次呢 我會開直播 然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我是一斗 如果你對我的遊戲頻道 有興趣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不定時的 上傳 影片 或者直播 那下個直播影片 我應該就會上傳 惡靈古堡式 那進度來講的話 就不一定了 可能就是會 一段一段的 這樣子 這樣去拍 OK 我是一斗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